中国过去漫长的几千年,封建社会对人的毒害是非常深的,尤其是古代女子,地位低下,一生受到各种道德限制,贞洁观念便是最典型的代表, 古人最看重的便是女人的真洁,其价值甚至可堪比生命,很多时候已经结婚的女子,丈夫即便是早亡,也是不能改嫁的,古代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,就是女子在出嫁的时候,嫁妆必备一条开裆裤,在结婚当晚必须穿上,这是为何呢? 在我们眼里,开裆裤那是小孩子的专属,要是听说某个年龄稍长的人还在穿开裆裤,那岂不是笑掉大牙? 在说为什么穿之前,我先来分析一下开裆裤的起源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裤的记载,这个裤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裤,过去的女人都是穿裙和长,夏天还好,但是到了冬天,光溜溜的腿就会冻伤, 他们就想到在腿上套上套筒,这就是早期的裤子了,类似于裤裙,也是广义上的开裆裤,我们再来说说新婚之夜,穿开裆裤的原因,古代男女婚配是很早的,16岁就已经成家立业了,而且我们也知道,中国有着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的传统,很多新婚夫妻在洞房花竹之前,连面都没有见过,初次见面就要行人伦之事,难免尴尬,在这之前互相了解, 谈论风花雪月,而后在水到渠成,这时候开裆裤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,过去的人在成婚之前对另一半一概不知,想想就觉得很可怕,结婚之后若是双方满意就罢了,若是难以相处,那耽误的可是两个人的一生啊。